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好样formosa 7月初澎湖获选为世界最美丽海湾组织成员 为了要推广观光活动 澎湖国家风景管理处在极北沙滩上 举办部插电音乐会 邀请到了两个乐团和现场500多位的民众一起欢乐 海天景色配上音乐旋律 让现场观众感觉很开心 跟着镜头一起带您来体验 沙滩 海浪 有人在海上活动 有人放风筝 还有人唱情歌 极北岛上自己悠闲的步调 让人放松心情 很棒啊 在那个极北沙滩上很轻松很悠闲 然后有音乐可以听 放个风筝 我觉得很不错啊 极北沙滩上传来阵阵歌声 游牧吉他手鼓伴奏 不插电的音感重现 准备在夜晚 营造自然的音乐氛围 希望就是带来一点海洋 然后很轻松的方式 因为我们这次受邀就是 不插电表演嘛 对啊 然后也带来比较自然 然后比较环保 比较跟这个整个环境很融合的一个 很轻松的表演 用比较自然的方式 所以只有手鼓 有打那个木板的手鼓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吉他手 希望我们透过不插电的演唱能够带给大家很浪漫的那种感觉 那种氛围 在璀璨闪烁的烟火中 营重坐在沙滩上吹着海风聆听情歌 伴随着轻柔的音乐 大伙一起度过浪漫美丽的夜晚 很放松 然后听他们的音乐 很开心 把脚步慢下来 慢慢听 这首歌很温柔 很舒服 我喜欢这里 从白天到夜晚 街北沙滩的不同风情 已经深深地记录在许多游客的下雨记忆中 新唐亚太电视增添并许美会 台湾澎湖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